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我是蔡永康 包括南岸国际大事带您深入否析 打开视野 这个礼拜在国际间很多剧本都出现了关键性的转折 包括了川金二会破局之后 金正恩传出打算要重启核武 蔡总统对日本喊话 希望来个安保对话 但被拒绝 现在双方看看怎么办 互相要找台阶下 以及大陆两会期间 美国轰炸戒也来错热闹 还有台湾总统大选的最新民调 韩国瑜依旧是人气王 但是朱立伦鸭子划水赶了上来 这局势会如何出现变化 来为介绍今天要请到的三位来宾 首先是前立委会副主委 丹丹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 黄杰胜黄老师 大家好 接下来这位是民进党的党籍 还在审议当中 我们美丽岛电子报的董事长吴子佳 大家好 以及时事评论员李建兰 大家好 先问一下吴董 半个月了 现在心情好一点没有 这个心情没有什么关系吧 心情没关系 只是被一些小鬼看破坠 有点瘟狂啦 还要再稍微调试一下嘛 被突然间偷袭 你有那种感觉吗 偷袭 晚上你去买从7-11出来 突然间你在后面拿几个小鬼 把你那个头上套个布袋 有点闷啊 扁了一拳就逃了 好 我相信你的心情 有一个人可以比你更无囊更无阻 就是金正恩 他也算是被偷袭了嘛 被川普摆了一道 我们来看 而且时间也跟你差不多 他也是消化了半个月 但是现在心情看起来依旧是没有平复 因为传出他准备要再次恢复 要重启核武之路 先给大家看一个照片 这是卫星空派图拍到的照片 这个是在西海卫星发射基地的发射台 看起来已经是确定 恢复运作了 就在破局之后 金正恩回到家里头越想越不对 可能心情比我们的吴董事长更闷 闷到一定情况之下呢 就想至少飞弹基地先改恢复运作 下面要怎么走 我们再做打算 不过心情呢 三位来宾你看 金正恩在这个川级会二会破局之后 现在让他的基地发射台能够运作 虚招声势的成分比较多 还是真的有打算要重启核武之路 三位先帮我们举个牌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意见之后 我们再慢慢讨论 你认为会走向重启核武之路的话 帮我们举个yes 比个圈 认为不会的话呢 就比no 不会啊 虚招声势居多 老大认为一般一般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 他绝对要看亲事嘛 他也可以 就是说也可以是推也可以进嘛 他绝对不可能死了 说我就不那个了嘛 是 对 他也不能说硬了就继续再合嘛 所以这个都是绝对是有弹性的 物持敌之不来 正是无有备以待之 先准备好 到时候看情况再说 不过老师你认为呢 这个卫星照片 金正恩是摆明知道 老美天天在拍照 天天都在看 你在看我这东西我根本也没在怕 就是要给你看 他用意是什么 他用意是传达一个政治讯息 这个讯息包括了对于在核内会谈 峰会的时候 川普在双边会谈的时候提出了一些 他事前没有预期的一些条件 那最后谈崩了 主要就是因为美方或者川普个人多提了一个条件 第二个他必须要摆一个样子 让美国知道除了他自己不高兴以外 另外就是他要对内也要做一定的固承 为什么因为谈崩了以后 经济制裁就不会解 虽然可以继续谈 但是经济制裁不会解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朝鲜劳动日报 在昨天3月8号 第一次用评论员的文章 登出来说谈崩了 因为北韩是新闻封锁的 他没讲你就不知道 为什么劳动日报必须要点这么一下 不太特别有个副标都是老美的错 对 他为什么要点一下 因为经济制裁没有解 所以民众或者是他的所有的这个官员中间 会对于没有透露的讯息会起一些疑心 所以他必须要说出来 就是说我们并没有谈好 也就是说大家对于解除经济制裁 或片面解除制裁的期待 落空了 可能要缓一缓 所以这样的一个恢复发射台的一个运作 是对内对外都有某种程度的交代了 董事长 你可以理解金正恩被偷袭的心情 应该更有通理心 你怎么看他这段时间 做个动作的一个转变讯息 金正恩已经走上一条不回头的路了 就是改革开放 他内部改革开放这个事情 他没有办法 不可逆了 所以不可能从结合五了 他不可能 所以他所有的知识摆完了还是继续走改革开放 因为他的两个最重要的东西 他一个当然是要 改革开放要能确定执行 跟他的地位的巩固有关系 他的地位的巩固 跟他的内政跟外交方面 跟军事方面的 那个的确保 那个的强势 他要维持那个强势 才能够做改革开放的 才能执行改革开放路线 也就是说他一直想模仿邓小平当年把中国大陆经营成功 而这个是个不可逆的路线 目前我认为怎么样讲的讲法 明白 都会持续走下去 改革开放是没有回头路的 不过我们来回复一下 在川街二会破局之后的一个时间序 一破局之后全球都要关注 那接下来会怎么走 我们看到的是川普立刻在会后呢 就释放一个讯息 就是从今年开始要停止代号为关键决断的 美韩联合军演 这也是川普相对于过去的那一个军演的强硬态度呢 是用个比较软的姿态 能够换取说金正恩这次虽然没有谈成 但是我们金正恩关系要维持好的一个讯号 但是老大你来看 即便是美韩联合军演 川普已经讲的要停了 对金正恩释放了一个相对友善的一个讯号 但金正恩依旧是 现在飞弹的基地要恢复运作 难道川普之前释出了这样的一个善意 依旧在金正恩的眼中是诚意不足 买卖不成仁义也不在吗 首先就是第一个就是金正恩他这次谈判破裂 他国内面对两个压力 第一个就是经济上还是要被控制 但是第二个就是里面他内部有一些人 是很反对着跟美国去谈的 那你现在跟美国谈 你被美国耍了一下一种突袭性 突袭性的一个裁判 我们读法律的叫突袭性 突袭性的一个第一件提出来 那你这样当然他在这个时候他会 那美国是觉得说好让你不舒服 那我把那个军演 可是美国军演是不是完全停了 不是他是把两个很重要很大的停了 但是他小的还有 他还有一个九天的演习 所以那是小规模的 那对金正恩来讲你小规模 你写是演习 你大偷小偷都是偷 你大眼小眼都是眼 那你眼是针对谁 他针对我 对不对 所以他也不能说就满意了 他也一定要做这样 他也知道川普是稍微软了一点 但是他如果试软的话 以北韩那种民族统治性的话 他不能示弱 也不能试软 也不能表示屈服 所以我一个打游士来讲 打游士来了 美韩军演针对谁 朝鲜其口无所谓 针对就对他 他当然不能说无所谓 大偷小偷都是贼 大眼小眼都要配 对不对 所以你还有那个小的演习 我当然要跟你表示我的抗议 我们来看 有人说在2020川普还是要连任白宫了 所以对于内政很多 受到不同党派的批评跟指教 他只有在外交上面相对有比较好的一个成绩单 所以他外交成绩单 如果被金针继续给这样子弄弄掉的话 他等于是没有什么好可以炫耀的 所以金针在未来这一年多当中 川普可能不会去那么去得罪他 所以我们来看 就在传出这基地恢复运作的时候 川普怎么讲 他说如果真的要重启是属实的话 我对于金针会感到非常非常的失望 他用失望这两个字 也没有像过去直接用开拼 用骂的一个方式 所以老师你怎么看 有人说川普可能 就是因为有连任的压力 也不想跟金针波完全的撕破脸 所以未来一年当中 可能川普姿态都不会像过去那么高 你怎么看 川普总统做了一件事情 是他所有的前任 最起码从柯林顿总统 就是朝鲜核危机开始到现在 20多年没有做到事情 就是他跟北韩领导人见面 把在他接任欧巴马的时候 朝核危机已经到了崩到不行 可能都要考虑军事手段的中间 把这个可能的战争边缘把它拉回来 这一点是他有得分的 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只要可以谈 双方虽然没有在核内的高峰会 达成任何协议 经济制裁没有解除 但是双方的工作组决定要继续来做 那么这一点 如果连双方全面破裂的话 那他失分就多了 如果说双方还可以再运作 双方的人还可以再见面 虽然他没有拿到高分 比如说互设办事处啦 或是互份解除制裁 然后发表一个这个和平的宣言 他没有拿到这些高分 但最起码他还继续在做 一直到破裂以后 他在核内的记者会 还口头上一直在称赞金正恩 破裂就失分了 对不对 川普会极尽所能的 不让他有失分的机会 可以这么说吗 在未来一年多 对破裂的失分是他没有拿到高分 但是他还没有被荡掉 所以他现在维持没有被荡掉 所以你刚刚的命题是对的 也就是说在他要竞选连任之前 这个选举之前 在外交上面 尤其是朝鲜办好事务上面 他有一定累积的分数嘛 就是说他稳定的那个情势 但是没有再加分 没有得到高分 但不能够再失分 所以川普他用的这个词 他表示很失望 失望 就没有破局 就没有用叫嚣的方式 没有去再刺激金正恩 彼此互相留了一些面 那金正恩现在非但又准备好的态势 你认为可以达到金正恩的目的吗 就是最终他的目的就是要解除制裁嘛 对 所以刚刚子家兄讲的没有错 他现在他的首要核心是要改革开放 他要把经济制裁先解除 然后替北韩找到经济可以发展 可以赚取外汇的机会 如果这个是总目标的话 那这些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他这个飞弹基地好像又恢复建设 那个我觉得他是传达一个政治讯息 他是他谈判中间的一部分筹码 但是不会改变 但也不可能就因此拿到解除制裁的一个门票 不会 你越做导弹的建设 那刚好跟你原来的目的是相反而行 好 我们来看金正恩的外交出招 除了对美是如此之外 他另外对中俄看起来走得越来越近 除了好几次在 不管是去年跟今年跟习近平见面之外 现在也传出 北韩正在透过外交的管道不断地积极接触 希望能够跟普丁两个人见一面 希望不久之后能够透过外交 能够确认访问的日期地点 有更进一步的共识 老大帮我们解读一下剧本 金正恩不爽川普之后 去找另外一个普 找普丁意图 我想他是原先有计划找普丁 还是因为谈判破裂在找普丁 这个我再查证一下 那么对金正恩来讲的话 今天假如说美国制裁的话 那中间敢暗中帮助他 就只有中国跟俄罗斯 对不对 另外一个对普丁来讲 他也不想你这边那么快解决 因为你美国把东亚完全都解决了 你就放到欧洲了 放到欧洲就会对俄罗斯造成影响 所以在国际间有时候错终复杂的利益的话 有的时候是要没有民的结盟 也要有暗的这个眉来眼去 对不对 所以对他来讲的话 这几个大国 而且对于这个朝鲜来讲的话 他在国内来讲 刚刚这个黄教授讲 美国二十多年没有跟这边的人谈 那反过来朝鲜二十多年 也没有跟美国的元首谈 那他今天不但跟美国的元首谈 那又跟俄罗斯的元首谈 又跟中国大陆这么亲密 最起码在朝鲜人的感觉就是说 这个当家的是拿得出去的嘛 所以对他在外交上会是一个好处了 人家不会再把他当孩子看嘛 老大你来帮我们从一个普丁的角度 来做个解读好不好 因为金正恩要来跟我见面 某种程度来讲 是送上门来的一个棋子 因为外面外面常常讲说 川普一对一私下会谈 常会有一些让人家意料之外的大距 比较大的一个让步 我们看川普跟普丁见面之后呢 就后来川普就跟北约来的一个 说我要退出 要不你们加军费之类的 外界就认为说 是不是他们一对一谈了以后 有些什么东西不知道 但是总之外界认为说 川普是有些东西在普丁的手上 可能一直没有拿出来而已 那现在金正恩又送上来跟普丁见面 那对于普丁来讲 这个其实蛮好用的吧 第一个就是说川普有的东西他要看 这个东西对俄罗斯有很大的利益的话 他也不见得要普丁 有没有要给金正恩 但是第二个来讲 他自己量这个不太好的话 他多让一个人知道 最起码川普不太好受 因为不晓得他要露出去 还是他要露出去 但是最重要的 其实这个要回到最早来讲 就是六方会谈 应该东北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这六个国家嘛 但现在日本好像已经没人理他了 对不对 那这个南韩现在好像也不算很那个 所以这个但是你要回到的话 俄罗斯 中国 他中国跟这个美国 还有朝鲜 这四个还是很主要 所以他跟这个两方面 俄罗斯跟这个朝鲜方面 他们两个是要互相捧场 互相取卵的 对不对 所以他呢 两个见面谈什么 你川普不清楚啊 不谈也是一个掉胃口啊 那谈的也是一个掉胃口 对于普丁来讲就是 基本上不会有减分的机会了 看起来金正 重新让他的飞弹基地 恢复运作之后 两个人最开心 除了俄国的普丁之外 另外一个开心的是谁呢 安倍 好不容易在国际间又有角色了 回来聊安倍 同时要看看 蔡英文跟安倍之间 台日安保对话 怎么一回事 马上回来 未来几个月 日本安倍G3 在国际间会有不少的角色跟版面 包括了川普要访问日本等等 不过现在呢 我们先来聊一下台日之间 也让安倍要上了两方的媒体 这是因为蔡总统接受日本媒体访问的时候 特别强调了 台日共同面临了同样的安全威胁 所以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克服日本自己的法律的障碍 能够跟台湾直接进行安保对话 对于这样的一个透过媒体的一个呼吁 日本方面是外务省直接回答 没有考虑 请问日方这样的回应 对于小英总统的一个倡议来讲 算不算直接打脸 圈或啥 您的认为 三 当然 就算很直接了 好 谢谢大家 我先请问一下老师 因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接受国外媒体访问的时候 我相信 一 会要求对方先提供采访大纲 是 二 你也会有自己旁边很多的幕僚 或者是国安情政人员告诉你 什么东西 对于这样的回答 是否回答恰当 内容应该都经过推演 所以显然 日本外务省会告诉你 没有这层考虑 这东西难道台日之间没有一些默契吗 是我们的国安情政人员有失职 还是蔡总统他自己讲话的时候 有点高呼自己 我想对总统的采访 包括对国内媒体 尤其是国际媒体 一定事前 总统府会要求 你要问什么问题 那么所有的幕僚团队会做拟答 但最后由总统决定 或是受访的那个人他决定 我要怎么回答 显然这个球啊 就是新闻媒体 日本媒体要问的问题 蔡总统接了 接了这个球 就说我要回答你 那 所以这不是意外讲出来的 不是意外 不是意外 他本来就会要问的问题 即使是意外 临时加码 多了一题 你也可以不答 也可以不回答 在立法院就有很多人 是啊 不会直求对决嘛 所以这些技巧他应该都有 我们跟盟国 或者是我讲非邦交的友好国家之间 任何政治敏感或者是跟军事安全有关的对话 都是不公开的 越好越不会公开 为什么 因为越好越珍惜那个管道 因为你公开的话 北京反应或者是制造我们对口的困扰 反而会坏了这个彼此之间的沟通 那么所以公开讲的话 只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期待私下努力很多 但是一直没有办法突破 有点动气了 所以拿出来公开讲 另外一种就是我要 我知道对方会反对 我知道对方会 会否定 或者是不同意 我要制造一个局 而这个局主要的观众在国内 也有可能 我们只是用假设 但是我虽然说了这种 所谓逻辑上面的假设推演 可是就这整个事件来讲 对于任何学国际关系 甚至我们讲 就一般人的常理的理解来讲 这样子的操作 看起来真的很奇怪 老师你刚刚讲的 两个可能的局 那这一番访问跟蔡总统谈话 你认为是哪一个局的几率高一点 是他私底下对于 台湾推这么久 你都没回应 我有点逗怒了呢 还是他本来就期待 可能会这样的结果 是要给台湾某一群人看的 我觉得可能第三种 还还有第三种啊 好来请 第三种就是 就是针对这个问题 想要用比较正面表述去表达 希望透过日本的媒体 直接诉诸日本的读者 然后制造一个氛围 就是台日之间 应该有更多加强合作的 这样子的一个议论 也给日本一些反中路的人听到之后 或许给日本政府一些压力 会有这样子吗 有可能 那么可是这个操作 应该大家都想得到 就是日本官方必须要回应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点 是 是今年的G20是在日本召开 6月份 也就是说 现在安倍要处理好 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这个从去年就开始已经点火 慢慢慢慢 小火慢炖了 他正在往那个方向走 习近平又要到日本去开G20 所以 在这种的时间点 去做这样子的陈述 在逻辑上面 就大家看不懂 好 那导大您怎么看 因为日本外务省回答 大陆的環球时报的时候 是直接讲说 不考虑 好 那台湾媒体再去问的时候呢 他说这个字 你可以 也是不考虑也没错 但你也可以翻译成没有考虑 这语义上面有程度上的强弱差别 我想就是 这个事我想跟大家从两方面来解释 一个从媒体立场 第二个从美国人 日本人的文化 日本人讲话的一个文化 第一个媒体 在日本五大媒体 五大媒体就很清楚 第一个就最倾向中国的 是朝日新闻 第二个是美日新闻 中立的是经济日报 经济中立 再来是独卖 最对这个中共恶意的是产经新闻 所以他这个东西也就是产经新闻会登 别的报纸不会登 这可能是蔡英文算好或者怎么样 所以产经新闻会登这个题目 因为产经新闻是比较喜欢 就是对中共不友善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这个都登出来了 不管你怎样 那这件事情当然大陆反映 那你要考虑出日本人的讲话 我们常常 我从大三开始 也不是不敢讲研究了 我大三开始就结束日本历史文化 现在45年了 所以你要知道日本人 我们常常有个错觉 因为日本的文字很多我看得懂 可是日本文字跟中国是不一样的 还有日本的表达方式不一样的 最简单一个 中日 到了这个日本跟大陆要建交的时候 那个日本去要做法文 他们研究了很久 因为对于过去侵略中国的事情 就他讲了两个字迷惑 对于给中国造成的迷惑 那中国大陆气得要死啊 你杀我那么多人害我那么多人死 这就叫迷惑 可是在日本迷惑不是这个意思 日本的迷惑是我让你很为难 你当时抗日你可能会打败 你不抗日你可能被我冰吞 所以我让你造成那个很局面 让你很沉痛 他是这个意思 可是双方在这个讲这个字啊 是不一样就是让你很为难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蔡英文这次讲这句话就让日本迷惑 让日本为难啊 日本很为难啊 日本 否决你 对日本里面的一些 对台湾亲切的人难过 但是呢你讲了这句话 让我对中国大陆不好做人嘛 所以这一定要讲 有些字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还有日本表达方式啊 日本人绝不讲完全拒绝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这如果再是日本人对日本人啊 他对蔡英文话怎么讲 你这是很好的构想 但是是不是真的好构想 不是 日本人你不能听他讲的话 你要考虑 后来日本人发现了 听了我都有点迷惑了 跟中国大陆跟台湾讲 因为当年吴敦毅当高中市长 曾经有一次办那个区运 曾经跟日本讲说 我想那个圣火到钓鱼台 日本人就到日本的回答 就说 这是个好的构想 这是好的构想 结果不对以为人家答应了 但是人家又说 这是好的构想 你怎么不替我想想 还有下一句 你在藏在心里的话 是你怎么不替我想想 中国大陆跟日本刚交往的时候 常常都打电话回国内 他好了 他们说很好 我们下午举行酒会 就下午不是那回事 是 所以现在他对他讲话 日本对中国对两边的 台湾中国他讲话开始那个了 所以老大你的眼中 你认为现在日本 已经日本政府来讲 他已经开始改了一点 蔡英文有点 有点troublemaker的味道 所以他绝对是 所以他去 所以他跟大陆讲 他跟 完全是把他讲说 不考虑 那他对他讲说 现在不考虑 那其实都是一样 就是不考虑 因为你不考虑没有绝对的不考虑嘛 也许一两百年以后变什么样的 我可能考虑啊 那目前未来的几十年 绝对不可能考虑嘛 对不对 但是他会觉得说 你让我造成迷惑 你让我很为难 今天假如有一个粉丝很欣赏你 很多人说你帅哥 今天假如有一个粉丝在路上看到你说 陈永康 他立刻说我愿意脱光 你让我迷惑 对不对 我很为难 第一个他已经现身了 你骂他疯子 是不是很伤心 你接受他 你回去怎么跟老婆交代 我太迷惑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所以我讲这个意思啊 所以我一个打游子来形容啊 中日文字是相同 好像相同 其实含义未必同 含义不一定一样的 表达方式更不同 对蔡反感则相同 因为你在这个情况 为了你的选举 为了提高你身世 你让我日本政府迷惑 所以这个是很反感的 老大你刚刚最后有个关键字了 选举 所以你认为 接着这个日本媒体采访 对抛出这样的议题 老是觉得说 逻辑上看不太懂 老大认为是说 可能还是有些选举的意思在里面 问一下董事长 因为第一时间 蔡总统抛出台日之间有一个 能够最好进行一下安保对话 那报道出现之后 第一时间谢长廷 我们的助力代表 他是直接就说 这是假新闻 这是假新闻 那环球现在有一个录音档 他说我们是有录音档的 日本的外务省 确实有这样子回答我们 那藉此说 谢长廷不管是引述标题 说撒谎诚信 或者是他状况外也好 你怎么看谢长廷第一时间的反应 因为后来 连苏天昌院长都有说 对于日本的态度跟婉拒 我们能够表达理解以及尊重 但是谢长廷第一时间他说 这是假新闻 我反而要请教一个 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当蔡英文这种说法的时候 蔡英文本身跟他的国安团队 知不知道外界各方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一定做过沙盘推演吧 当然知道嘛 所以被日本拒绝是蔡英文可以 预测预期到的反应嘛 那蔡英文为什么要讲这个话 这个当然是选举嘛 迷惑个头啊 迷惑个鬼头啊 他就算他的选举的账嘛 那希望看到日本这样的态度 是给台湾哪一群人看的 第一个他不是给台湾人看 台湾人谁看产情新闻啊 转载谁看啊 大陆在两会 他在搞大陆 中国在搞两会 他蔡英文去刺激老共 老共火大 所以你看到没有 这个环球日报马上就反应了 但是老共其他不反应 那蔡英文太小不理你嘛 所以他的反应没有他预期的好 只有老共今天国台办 正式用记者会干的时候 这个对台湾才有效果 你知道吗 最迷惑啊 他自己一个人去迷惑吧 他我现在问你 日本在国防白皮书里面 写得很清楚啊 周边有事 周边有事是讲谁啊 是讲菲律宾啊 不会吧 讲哪里 讲越南 当然是台湾嘛 很清楚嘛 你周边 台湾有事我就跟你老公干 这个周边有事 态度很明确的啊 就是台湾跟日本有个共同的敌人 叫中国大陆 所以他把国防白皮书的 周边有事就是特定客制化的 为了台湾的国防要考虑的 清楚的事情嘛 那你去整这个冤枉干嘛呢 他当然不是为了这个实质问题 他在搞虚的嘛 他一点都不迷惑 就是刺激老共 结果 偷鸡不着十把米 没反应 你把我讲的迷惑是他让日本迷惑 有日本日本的迷惑 有日本为难 我不是猜英文迷惑 我是猜英文迷惑 老师 那吴英文你刚刚我第一时间请到你的时候 你说 抛制这个问题在逻辑上是有些不通的嘛 那吴董提出一个观点 就是对日本讲 对日本喊话 这结局是早就料到的 料到之后呢 他的用意 根据刚刚吴董事长的说法就是 因为大陆两会期间 如果能够趁这个新闻曝光之后 激怒一下对岸 中国大陆在两会期间 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动作的话 那就对蔡英文可能有些帮助了 这样逻辑就通了吗 逻辑是通的啊 生理表态嘛 这样才生理才有用嘛 老共打才有用嘛 对 问题是你激怒北京的方法很多啊 但是你在激怒北京的是透过 让日本为难或是疑惑 让日本为难 而且日本是不是台语很友好嘛 对国家利益有没有好处 美国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还有逻辑清楚的人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真正对国内的内部 的支持率有没有帮助 那这些如果是我的话呢 如果今天是国台办或是 两会正式记者会回应他的话 你各常回应的话当然有帮助啊 对 大帮助啊 那就大家分啊 产经新闻 几个人看懂 我看不懂产经新闻 所以等于是对岸没有上当嘛 这时候没有做一个正式回应 哦 那有效啊 的话 第一个 中国大陆的 的谋略啊 还有智商啊 就可能稍微降低一点 不是 我先回答 日本 在中国大陆回应之前 没有回应 那日本大失分啊 嗯 对不对 如果日本不是立即反应 模棱两可 或是等了48小时 让北京先出手的话 那日本还会有人怀疑是 这个是被套了一招 哎 是 被玩了一招 嗯 那这样子对台日关系 更没有帮助啊 嗯 我们讲实质 沟通 有没有存在 有存在 那个建南兄应该很清楚 台日怎么会没有 那老师那我可以跟你进一步请教 横述来看 都是比较显的一步棋啦 因为这结局可能是预料到的 那你希望能够刺激一下 对啊 蔡英文误判 误判 因为她觉得日本的回答 应该比这个更暖一点 因为你看看日本的外交回答 嗯 有没有像这样几乎到直接了 嗯 没有考虑 没有考虑 过去不会那么直接 过去不会讲 这个构想的确 的确 的确 的确是蛮好的 我想其实有些 因为蔡英文在之前 在您在公部门服务的时候 她是陆委会的主委 您是副主委 所以某种程度 她也算你老板 就你了解她的情况之下 出这一期相对比较风险高一点 对外不一定有刺激到回应 同时确定的是台日之间 搞得有点尴尬 她出这一期 显示的是她心里有点奇的关系吗 其实你问我这个问题我迷惑了 我让你为难了 你让我为难了 为难不是说我敢不敢回答这个问题 是 而是我自己 在陆委会工作的时候 我所得到的印象和经验 并不是现在我看到的 或者是媒体所报导出来的 蔡英文总统 对 所以我才会说我迷惑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不论做常理 或理性推估 或者是实际上了解 台日关系的人来讲 您刚用了一个字叫做走一个险席 这个关键字在险 但是险的源头 是挺而走险 为什么会挺而走险 我也迷惑 我看不懂 可能要 吴董 因为吴董 吴董才能够讲 因为吴董的数字 他的民调都是15% 当然就会挺而走险 如果是这个险 如果真的是一个险席的话 那人会挺而走险 他一定有背后的原因 这个原因我不知道答案 吴董可能知道吧 我们大家会特别聊一下 民调的数字啦 不过老大 我们的吕副总统 这时候也发表谈话了 以他作为副总统的高度 他讲了一段话 台日本来就会接近 安保本来就该互相关怀 协助也应该 日本这样的回应 他绝对也可以体谅 因为安倍毕竟跟习近平 马上就要见面了 外交辞令常如此 大家不用去扩大解释 事情都知道了 剧本都知道 大家也不用那么大惊小怪 你怎么看 今天各大报都有登 日本外交部长正式一个回复 可能回复得很清楚 对不对 大家有些事事实上的关系是一回事 但是还是维持非国与国关系 是 所以很清楚 你要脱衣服上床你来 但是绝对没有正常关系 你自己心里准备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蔡英文她犯着一个错误 她以为日本 就日本这次的强度是80分 她以为日本的强度只会50分 如果日本强度50分 大陆的火器就要增高多少 那她会得利 可是日本的强度80分 到最后跟环球是99分的 那大陆根本就不必 就让你日本 就让日本去迷惑去 所以她想她走这部险旗 可以说这部险旗 没有走到 这个险换一个边 人家听这个话 你听了就换成一个丢了脸 不是走险而是丢脸 对不对 所以吕富她对日本她多少 还是比较了解 我是觉得吕富的国际观 会比蔡好一点 好 因为我跟她上过电视 我们就来聊下去 等一下大陆的 两会期间 现在还在进行当中了 很多的议题 包括了中日的友好40周年 包括了中美的贸易战 在两会之后 还要继续在北京谈判 也包括两会之间 台湾的议题 也再次被服上台面来聊 我们就回来锁定这几条点 好跟大家来分析 马上回来 大陆两会登场当中很多的焦点 在台下的记者身上 给大家看一下 这现场采访的记者 带着一个VR的虚拟实镜 干嘛呢 他不是在看 不是在现场看虚拟实镜 他是在这个 是眼罩吗 收集大陆两会开会期间 相关的数据 也算是有部分的录影功能 把它全部数据收集下来之后 它可以做成影片 是具有虚拟实镜效果 所以你在家里面有相关的设备的话 你点进去看 等于是你在两会开会期间一样 完全周边人物就像你看VR一样 有人说这个科技很快 在对岸大陆 你再看下一位这个 这是另外两会的一个焦点 他们模拟AI主播 主播播报新闻 如果你在网路上去Google一下 搜寻这段影片 你点进去看他播报 你完全感觉不出来 是个机器人 是个假的 看起来就像一般真的主播 所以大家在问 为什么我不播新闻 因为主播真的迟到失业 是全部都虚拟 就可以做得跟真的一样 除了这些科技之外 还有一个受到大家注目的焦点 我们那个萤幕上面正在播放 这是参加过大陆节目 中国好声音的一位歌手 他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学霸 叫做素涵 他在对岸有些名气 因为参加中国好声音之后 他唱Rap很厉害 他这次是用英文的Rap 从头到尾拍了一个MV播出 那这没什么稀奇 但真的稀奇想要去了解就是 这MV背后出钱的 是新华网 新华网是官方媒体 官方媒体出钱 请这个清华大学的学霸 唱英文的Rap拍了一个MV 为什么呢 这是两会的宣传片 现在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大陆民众 来关注两会的议题 我想请教一下吴董事长 你是媒体的前辈 为什么两会 现在要搞这么多的噱头 去吸引大陆民众去关注两会 他英文的Rap 应该不是给大陆民众吧 我想应该是对国际宣传 是 是国际年轻人 他特定的TA 大陆这方面行销工作 其实是非常的精准 他们用大数据来演算的 他们现在比以前进步非常非常多 那你刚刚讲的那部分 但是今年的两会 比往年 比去年又不太一样 因为今年的情况 这两会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大会 非常辛苦 非常辛苦 所以整个中美关系的变化跟压力 跟未来的所谓的川习会 会不会举办 未来的这个中美会不会有协议 等等等等都不断的挑战 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内部跟外部的这个环境 而且不断的在恶化中 关键是实质上现在 中国大陆经济已经在非常明显的 已经开始在下滑 今天能保留就不错了 是的 那保留算是他的官方数据啦 你看到的还有很多 那两会是关键 那两会你如果能顺利召开两会 是他一个基本目标啦 因为你也知道两会期间 他会非常多的法案会通过啦 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的 宣 重大的宣誓的一些的文字 要能够表达出来 这个是对代表他一个权力的 仍然稳定 还有未来对未来的这个 未来的发展的这个期待值 都会在这个两会里面表达出来 但是有关对台湾部分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一次是比较 调子不太一样啦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他这一次两会有关 不管目前看到 当然最后最终你要看到 他的那个总理记者会啦 有关台湾部分 但是目前我看到表达出来的 反而是 陳习的1月2号的习近平的 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紀念文告 里面的所谓的一些的 应该讲精华版的部分 或是重点版的部分 他现在已经不太谈这个 什么 这个什么 其实一国两制的内涵 或九二共识这个事情的本事 也做很大的改变 他过去还在强调九二共识 过去的九二共识 是一个手段 统一式目标 他现在把九二共识 就是连结直接就是促成统一 所以他等于九二共识的内容 已经从他过去 从合同变促统 可以这样讲 过去的还有一个过渡 中间有一个叫做 一个可以有一个模糊状态的过渡 九二共识的目的是创造一个 叫做双方的模糊 他现在没有这个模糊了 好 吴总提出这一点 我们等一下会把李克强讲的话 那特别有引述出来 我们下段来讨论 不过回到这两会的部分 请教一下老大 因为十几点就在 两会登场的前几天 川普就先宣布了 中美贸易战争 基本上是先无限期的休兵 对于这一点 等于是帮习近平 要登场两会的时候 解除他的一个压力弹 那李克强在两会当中 也没有再提2025 中国制造这个事情 看起来中美方面 是有些默契存在的 你怎么看呢 第一个 他们双方现在有一种默契 是都给面子 都给面子 但是都抢李子 都为自己国家利益 要抢最大的李子 李子 他大概是有这样子 另外就是说 整个来讲 双方有这个了解 所以我们上次在节目也讲 就是说 他们会暂缓 但不可能结束的 中间还是会不断 会看情况 不断会再要的 另外第二个就是说 中国的 国际说邓小平 以前的话 江泽民他们都是韬光养晦 胡锦涛也是比较温和 习近平开始就是说 整个就是中国梦 变成一个中国壮大的时候 的确也刺激到一些 所以尤其2025 这个中国制造 那个是给人家是很大的 但是你必须考虑 他们两个在谈判的时候 当时中国大陆有一个 四个想不到 这个国际其实很多 四个想不到 四个想不到 他这个等于是 他的高层在内部 在读这个东西的 读这个 所以他们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省思 那大陆的深圳会是 在田征镇播了一个 叫中国中德制造 他是把中国的制造业 跟德国制造业来的比 所以很明显的告诉大家 告诉国人 我们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他是看德国的那个 那个制造业是怎么做的 所以你就知道说 这次来对大陆来讲 他是有一个 有一个省思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尤其在两会前 反习集团 那反习集团很有钱 在大陆很多媒体 你都可以看出来 都讲两会要爆雷 就是有地流去爆打 你刚提到 反习的集团都是有钱的 很有钱 他们也复合敌国 大批钱 但是因为习近平反贪 反正他们在那边 对不对 他照样有钱可以花 他不敢回去嘛 对不对 那那个不敢回去 不敢 你在国外你再有钱 你怎么烧包啊 那当然想回去烧包嘛 所以这些人在那个时候呢 他们就是说 一直在传 两会会爆雷 所以两会爆雷就叫什么 就是说他们不反 但是让那些失业的农民 怎么会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谣言 就是说他会关闭 因为中美谈判失败 那谈判呢 这些回家农民呢 他不必回去工厂了 他在数字上没有失业 因为他身份还是农民 但实质上是失业 那实质上失业 这个时候再配合两会那个 可是上次讲到 就是说我上个月在这个节目 当时有讲到就是说 这个川普跟新农民 可能是3月27会见面吧 那这会见面就表示有谈好 这个货币见面 现在货币见面 还真的是个问号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表示在前面一个末期 两会可以平稳召开了 那刚刚提到一个重点就是 反习的集团 现在基本上不断的预告会爆雷 那目前为止看到 还没有雷 但也确定的可以说是 习近平的政敌 对于两会期间 确实虎视眈眈 我怎么讲呢 刚刚提到一个 川普给面子 但都要李子 李子哪受谈 李子就是在 两会结束之后 马上在北京 又要继续中美贸易谈判 当中最关注的要讲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个图 这就是在两会期间 要面子 给面子要李子 但李子必须靠着一些 所以美国还是派了两架这个轰炸机 到了东海跟南海 不过在此之外 就是两会期间 有没有雷 结束之后 中美能不能够谈 关键就是外商投资法 这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点 因为很多中美的症结 就是要确保你 所有谈好的deal 你怎么去落实条款 这外商投资法就是观察一个重点 老师你看目前 谈这个法在两会期间会过吗 这个法 其实中国大陆在安排疫情 会通过的法都会通过了 只是表决票数的时候 有多少弃权票 或者是有没有反对票 这一个我们可以拿来做新闻 或做西部的学术或政策的分析 但只要推出来就会过 这一个法是关键点 为什么 因为两会之后 因为本来是在两会之前 中美贸易协议到底能不能达成 苏美产品会不会增加关税 是在两会之前要决定 现在往后无限期延长 也不知道川习 是不是会在三月底来会晤 签这个东西 那么 这个就给这个法有特殊的作用了 因为 中国大陆答应要改的 要透过修法 来确认 因为习近平讲全面依法治国 那么 所以如果 现在中国大陆透过人大立法 或是修法 把这个外商投资法里面 包括外商权益的保护 不强迫技术转让 以及外商所占 合资企业中间的股份比 这些东西用法律 来律定 或者是透过修法 形成一种政策的约束 这样子对于 美国才是实质上有保障 也就是老大讲的理直的问题 所以要必须透过修法来认证 法会过 但就看票数如何 会不会给习近平难堪 只有很多的一个解读空间了 看到了在川建议会当中 川普的walk away 或者是给金针 稍微拔了一道难堪 对于习近平要去见川普的政治风险 一定是提高的 你觉得见面的几率 会因此而缔结很多吗 核内的对于中国大陆 我不晓得习怎么想 但是作为习的幕僚 一定会更加谨慎 当然 因为出差错的话是提头来见的 那么所以增加了估算的困难度 那么现在还好 美国给了一个方便之门 就是说我现在不定期限 我们可以往后延 另外我想川普 也需要一个成功的案例 因为外交成就 不是明年才来做多的 今天朝鲜半导问题 已经没有得分了 如果中美贸易谈判又谈崩的话 那么对川普来讲 亚洲这一块 因为其实欧洲中东他都没有得分 对俄罗斯更是失分 所以他在亚洲必须要得分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他会算到 川普想要达成协议 第二个是双方已经在一个多月以前 开始朝你文本 那么所以他谈成的几率是高的 只是说大家互相在拿捏 什么时间点 我以前就讲过 中国大陆让步比较多 还要中国大陆领导人 飞到美国去签 基本上来讲不一定让习有特别有面子 可是他如果愿意这样做 也确实去做了 那么就表示他有更大的东西 就是要照顾 刚刚我们在讨论中间 已经铺陈了一个氛围 各位观众 明年2020是习近平自己定的目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中国没有一个贫穷线 他在一年多以前的谈话就警告 我特别注意他讲 他说距离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只剩下三年 当领导人说 三年内我们一定会达成目标 这是一种说法 如果他在公开过年 向全国各族人民喝解的时候 说只剩下三年 就表示他有一定的紧迫感跟压力 他是公关的 这些话他都讲了 而且今年年初又召集了所有的 省部级干部 在中央党校特别讲话 说要灰犀牛黑天鹅一起防 所以他的危机意识 警觉意识是存在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不能够让贸易战谈崩 所以你看这个 经过老师们的一个解读之后 这国际背后的焦虑非常有意思 川普自己也怕崩 但对于习近平来讲 他有自己非常多的一个难处 跟国内的一些处境 我们大家特别回来还要看 当然习近平还面对两岸的状况 两岸明年也是有选举 这当中的一些变化 刚刚董事长也提到的一些 我们回来继续来深究 李克强的谈话 对于台湾 字面上大家都看过 但深究他的意涵 或许有些蹊跷 马上回来 关于大陆的两会 我们来整理一下李克强的谈话 来看一下我们的电视墙上面写 包括了坚持习五条坚持 一中原则跟九二共识 坚定反对台图 深化跟台湾有关党派团体的交流 刚才吴董事长特别 帮观众稍微解析了一下 以前在过往 九二共识是一个公约数 它可能还有一些操作 跟各自模糊的一些空间 不过现在看起来贯彻习五条 跟坚决反对台图 坚决来讲等同于 反读不在合同 或许有些触统的意味在里面了 老师你怎么解读这些文字 真正的源头是1月2号习总的讲话 是 那么这个习总的讲话 限缩了 两岸中间的两件事情 一个是两岸对等协商 讨论双边未来政治关系的对等性 有一点冲击 另外一个就是九二共识里面 的弹性被压缩了 所以直白的讲 就是习近平在今年1月2号讲完了以后 一中各表讲不太出口 这是一个 那么今年两会就是一把习近平在1月2号的讲话 把它强调 大家 所以就为什么我们当初说是在习总的整个十年 就是第一跟第二任期之内最重要的对台讲话 就是今年1月2号 定调以后大家是跟着这个调子 不会多加字也不会减少字 但是跟着这个调子去发展 而现在最大的压力是在于如何去把习总的话 把它实际上可以做出来 所以我开玩笑 我跟大陆朋友开玩笑 我说习近平讲完话以后 真正压力最大的不是台湾 是各级台办 你要怎么样把他讲的话能够实现出来 透过开什么会 办什么活动 发表什么讲话 能够把他交代的事情把它实际上落实 那个你们压力很大 那现在来讲的这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海峡两岸在未来 尤其是我们今年有总统选举 一中各表的空间被压缩了 这次两会中间有一些杂音 我目前叫杂音 就是有一些人讲 但未必是党中央认可的 可是在媒体有透露出来 透露什么呢 就是习总讲完话以后 就是统一了 没有各表了 以前 你只能 你来跟我谈 没有其他选项 就是谈如何统一的问题 所以 并不是完全开放或者是 他压缩了维持现状 压缩了对等 也压缩了 各表的弹性 这跟刚才吴董事长讲的是一样 就九二共识以前可以有操作空间 现在是没有了 而且落实在各个台办的时候 接下来台湾的 县市长去大陆也好 你要怎么样操作 面对台湾县市长讲话的时候 也必要被做一个检视嘛 对不对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我们现在 这个立法院会期 列为优先法案的 就是两岸人民条例修正 对于离退职的 政治和军 和资深军将领 去中国大陆 能不能够从事政治活动 或参加 这就会有影响 好 我们来看一个解放军少将的一个谈话 如果一国两制的话 台湾会有十个特权 台湾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授权之下 可以有自己的行政机构 有自己的立法 机关 行政权 司法权 不是外交权 是外事权 有自己的防务权 不是国防权 有自己的独立的财政 这里看起来 解放军讲的话 台湾十个特权 台湾人应该不太会有人买单 但重点是 这些东西讲得出来 老大 大陆人也不会买单吧 这等于是给台湾 那么多一个特权 因为大陆 他自从这些退休降临 跟这些网民 那些比较偏右的网民 在不断弄 他们已经一个情势就是 觉得就是一国两制不谈 一来就是一国一制 然后就觉得 这个对台湾已经让步太多 不能再让步 它形成这一个氛围了 这个其实对大陆也 对大陆中央核心 也是压力 也不乐见 政府最近发生了 所以其实这次假如说 整个习的谈话 我是昨天去见了一个 对大陆很有研究很有名 我不讲他名字 他说习的五个 他谈话其实就五个标题 五个标题 第一个 这个统一是目标 和平是手段 方案在探索 然后这个 这个诚恳在包容 最后文化是底蕴 所以把它整个弄出五个标题 就在这五个标题上面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是觉得说 大陆的大陆的那些 那些网民跟台湾 有一些独派的网民 双方之间是误导了很多 误导了很多方向 这程式不足 败事有余 所以他提出这个 其实他提出这个 比以前一国两制 已经差了很多 一国两制我们是有自己的军队 这都有啊 那你现在那种妨碍说一下 还有一个 你不要忘了 一国两制讲的是多少年 这个 他们提这个的 没有讲多少年 他可以讲十年 可以讲二十年 这个都是有问题的 但是大陆人民 他现在胃口子很大 尤其我也觉得 就有些台湾的集统派 有时候跟他们呼应 好像这个造成他们以为 台湾都是这样 所以大陆现在很注重一点 就是说对台湾问题的偏听 是他们要检讨的 不能让他们觉得光早些 他们听了高兴的人的讲话 那么你这个偏听会误判的 所以我想说他会 他们真正的核心决定政策的人 他会省私的 这些策略上的这些 都笑笑就好 不能够偏听 而且现在有个比较糟糕的一些 就是因为很多自媒体 或者是媒体就是很快的 像素食一样 5%的舆论 或5%的民意 会透过一些自媒的经营 或者是散播之后 带风向变得好像是 超过5成以上的一个 普遍性的民众的感受一样 这个氛围是比较危险 让人担忧的 那两会期间 还有另外一个关注的焦点 就是解放军的一个预算 给大家看一个数字 跟2018年度比较起来的话 提高了7.5% 这个数字是5.47兆 那总金额也是台湾国防预算的 14到16倍之多 两岸军力不平等 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 越差越大 大家也都知道 不过在实际点上面 台湾还是跟美国提出了购买 66架F16V战机的需求 金额大约是3900亿 这个金额 后来被媒体去追 比巴林当时跟美国购买的军机 还要更贵 当然就被批 这根本是个凯资 花太多钱 但是问一下吴董 这个实际点 买66架F16 单纯为了架上台湾国防 还是或许跟 蔡总统要访美国 又可以千年联想到在一块 我想这个跟蔡总统访美 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个建军计划 它不会因为一个访问美国 有什么改变 不是增加 而且国军也不见得会去 配合这种事情 是 然后但是这个 你说跟花钱去军售 军售这个事情本来就是我们 最重要的一个 我们武器获得本来就是我们 最重要的一个 台美关系中间 最重要的一个环 这也是中美关系里面 最头痛的一件事情 其实它根本不care 你台湾目前的情况怎么样 它最同意就是你这个军售问题 因为军售问题就代表 你直接跟美军之间 跟美国之间 有实质关系 而且是军事关系 这个才是真正能够打击到 这个 中国大陆的这个 所谓的它的 中美台三方关系的核心地带 你说其他你搞什么 他根本无所谓 你喊台独 你喊你的 他到处可以封杀你 但是我觉得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这个在民进党的党纲里面是明定的 所以其实习近平说什么话 民进党的人是不甩的 也不会回应的 就是我们是我们 你们是你们 我们是一边一国 这是民进党思维 所以民进党的宣传系统 或是整个 实质上来讲的话 我们也自认为 我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只是 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所以他什么 你刚刚讲的 他什么十个特权 或是习近平的什么说法 大家要来协商 这些其实在民进党政府的态度 或民进党人 包括我本人的态度 他就认为说 刚我鸟事啊 我不care那个东西 我搞我的 你搞你的 是这样子 但是我主张是两岸和解 那和解的方式 民进党有民进党原则嘛 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原则 那老共有老共的期待 那我可以称之为 习近平整个讲法 他所谓的反毒触统这个事情 是他单方面的wishful thinking 跟我们什么关系啊 对不对 我们是实质上是一个主权 我提一个关系 来 外交部长吴钊燮 在两会期间特别讲 大陆呢 就是因为内外许多挑战 所以他研判不排除北京 为了转移面临的内外交迫的压力 最近有可能 台湾的邦交国又会生变 你怎么看他讲话 我回答我跟你讲 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吴钊燮是中华民国 这个唯一的外交部长 丢掉五个邦交国没有下台 不要负责的 他是我看到的最魂的外交部长 确实是唯一的 头脑最不清楚的 但是他是蔡英文 最宠信的一个外交部长 他今天讲这个话 就是搭配蔡英文 在CNN跟记者采访的时候 讲出一个更荒谬的事情 台湾会接受中国的第一集 first strike 就是我们会被中共攻击啊 这哪有一个总统讲这个怪话出来的 就是台湾总统讲的 就是蔡英文讲的出来 那这个会告诉人家说 我们会有这样 会有邦交国或断交 这是外交部长干的出来 先预防针啊 他什么预防针 他不是预防针啊 错不在乎 他是保他自己的位置啊 他跟预防有个关系 有个鬼头 他想当外交部长就这样而已 他是个 你知道吗 OK 他是喜欢当官的 这个家伙啊 明年 吴隆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先说一下 台湾的外交被胡召线整的乱七八糟 你看那个口一哥 就是他的特助嘛 他把整个伦理搞坏掉 所以我刚刚讲的 调了五个邦交国 不下台不负责支持他 他讲话 请你不要把他当做一回事 不要当一回事 当然 你觉得北京不会在未来一年当中 再抢邦交国 等于是帮民进党助选 这种事不会再出现 我讲简单一个问题 北京今年 知道你要选举 不会 他不会帮你助选 除非一件事情 如果民进党够带总的话 你在跟进郭备宏的台独公投 在立法院 你在公投法国修改 把这个宪法 宪法议题 纳入公投 可以变更国号 变更国体 这个事情你敢干 那我跟你讲 那蔡英文就可以连续 就可以连任没有问题了 因为解放军一定动手 你看他敢不敢 我跟你讲他不敢 全部是在骚扰老百姓 玩虚招的 老大 对于蔡总统到苏院长 从2019不断地释放出一些 有战的讯息 你有没有什么 帮我们做个解读 苏院长是非常的精神上武装的 这个不怕这个 只要家家有哨把 不怕这个中共他来打吧 他就拿着哨把 就算有哨把我也要拼 但是蔡总统比较实际一点 蔡总统就是要表现他这个好战 现在就有一种好战的精神 那我是觉得对他好战 我是觉得 又有打有谁 给他一个辣台妹 他叫辣台妹当然要好战 辣妹当然得好战 对中逞强是口水战 他对中国那个就是口水战 你要真打你也哼不出气来了 人家不打你就可以拖着神器 那么对美保护是撒钱战 军购 你买军购你卖的比较贵 还有一个所有的军中 都有一个知道有一个代号 美国卖武器贵没有关系 还都喜欢特别改良 你知道什么叫特别改良 功能比别的都差 那美国很奇怪 他有时候就是给你弄一点那个 他可能他是讲说怕你这个 将来就给中共了 活干什么了 他总是给你 所以他们都一个笑笑 又改良了是吧 意思就是他又动手脚 所以你卖的又贵 又被人家动手脚 你不是撒钱吗 然后呢 媚日献身丢人战 人家没有那个 你那不是一个 就给人家表示忠诚吗 人家理都不理你 你不是丢人吗 所以他就有这个 但是我就觉得要对付一个 国防是前哨 外交是前哨 国防是后盾 所以我很担任 他的那个用语 我不敢 不大愿意讲 但是他对他那个评价 我是担任 你都对谁的评价 对吴昭谢了 他讲了两个字我不用了 但是我讲了 他 他断交不怪他 上次跟那个东南卖 这个国家断交 他说什么话 那是因为要选举金费 没有要倒水这样 你外交部长可以讲这个话吗 其他跟维持邦交的国家 他没有内似情形吗 那你是不是让人家心里怎么样 还有这次世界卫生组织 本来是中共澳国嘛 故意半夜通知你 可是你吴昭谢 我请问你 你有能力的话 你难道不能够 动员一架小飞机 开到澳门去吗 你八个小时来不及吗 你故意这都去开 表示说我对你中共 任何打压我都清楚 但是我没有任何因应的方法 台湾绝不那个 绝不丢掉国际肉年的机会 其实真的立刻敢去还是来得及 对你立刻敢去 你根本不去嘛 不去比较 你外交是要去嘛 而不是在脸书上耍流氓 然后也不是说在那个地方逞强 所以我是觉得说 他 所以他不是正统外交官出身 他一个不是正统外交官 他看不起正统外交官 所以大量用一些 都不是外交系统出来的人嘛 嗯 对不对 所以江湖有一句话嘛 自己发育不全 所以找的小力 都是发育不全的嘛 再次强调一次 泡澡的时候带一些 比自己发育不全的 我们回来就来聊 所有的这些动作 是否都跟民调的数字 我马上回来 来 这礼拜也有人要选总统了 宣布参选的是王金平 他希望所有的民众 能够给他四年的机会 他也对韩粉讲话 他说希望四年过后 那韩总来接报 我先请教他老大 这大概是我看过第一位 参选总统先跟大家来讲 我只干四年 我之前听过陈文倩选立委 他只干一届 但我是第一次听到 要选总统的人说 我只要当一届 这是什么样的概念 首先我讲就是说 第一个他讲只干一届 而且我敢保证 他如果选上 他真的会只干一届 因为他一直 你看他前面来讲 就是要结束台湾的内斗 所以也有很多自探 都讲大陆有个邓小平 要台湾一个王金平 就先结束南律内斗 大陆他是这样子 那他只要干一届 他够了 第一个上次选举是他在练兵 所以各地的动员 都是他在动 那他这一次只要干一届 他是不是邓小平一样 邓小平几年后有职位 没有职位 老大你把王金平等同邓小平 好像不一定会有加分 不是 他的意思就是 邓小平先结束大陆内斗 这个方面 因为你现在要和 台湾现在内耗太多了 所以他的意思 大家和拼经济 又是杀一堆人 不要 不是 但是对 他是那个就是把先把那个大陆坚先稳定嘛 不是說殺一個人 他不會做這種事的 王金平 是文化大革命後面的撥亂反正 對 他最起碼讓大陸 就是說大家先不要在那個了 讓大陸整個整個整個那個 那專心拼經濟嘛 他的就是要宣布參選的過程內容裡面 講的很多立體都是跟兩岸有關的 我們來看在 王金平宣布要參選之後 其實藍營的部分人選真的是蠻多的 不過 這一份民調呢 他針對的調查的背景 還是幾個目前民調指標領先的人為主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艾普洛最新的民調 我們給大家先說明一下 因為這個還是有些機構效應 這是旺旺集團所委託做的一個民調 給大家看一下 來 韓國瑜 柯文哲 蔡英文 這三個做最主要比較的話 韓國瑜領先31.9% 如果不是韓國瑜 而是國民黨當中的朱立倫的話呢 那朱立倫也領先 是31% 25%跟12% 同樣第二名跟第三名的排序 就是柯文哲 最後是蔡英文 我請教一下民調專家董事長 因為本來就是 如果韓國瑜真的最後要被徵召 最主要的一個條件 就是最後藍營要到提名的時候 就是他黨內出選結束了 黨內出選結束以後 那個人選他的民調依舊是沒有贏過 如果蔡英文或者是柯文哲的話 韓國瑜才會被徵召 這是他徵召最主要的一個理由嘛 那現在看起來 如果是朱立倫來選 他的民調也都贏柯文哲跟蔡英文的話 那這樣子是否會讓韓國瑜他被徵召的 這個身份的跟你報告這份民調 這份民調當天他們的關係企業 所有的電視台不准報導 所有談話節目不准討論 就是這份民調的效應就是這個效應 所以你去回頭就去看網路上 所有的中天中視的談話節目 不准沒有討論 從下午開始沒有討論這份民調 所以這份民調本身是被他們老闆 或是他們的高層 是認為是比較有保留的 是我的看法啦 好啦 那我問題是 那這個民調的數字 當然因為你要跟其他民調 來做一個比對啦 但是我基本上不管是民調怎麼樣 王金平的要選舉這個事情 我到現在也覺得很納悶 就是剛剛老大已經把他比 把他比喻成這個鄭小平那麼偉大 鄭小平是個偉人 是個世界在這個 這個國際政治史上 對中國來講是個偉大的人物 那王金平有沒有那麼偉大我不知道 但是他結束藍綠這個內鬥 這個方向是唯一第一個提出來的總統候選人 其實台灣最大的問題是藍綠二鬥 如果誰能解決這個問題 真的就是下一任總統的最重要的目標 因為我們過去將近四年的時間 蔡英文當總統 他是非常高度有效的分裂台灣的總統 台灣之所以這一次 比阿扁的時候分裂的情況衝突更嚴重 你看到沒有 這個促轉會嘛 這個黨管會嘛 還有同婚的議題啦 還有這些所謂的一立一休啦 年改 整年改 都是社會的衝突跟對立不止啊 當然還有兩岸關係 全面封鎖 所以這個過去從2016到現在為止 台灣是分裂的最嚴重的一個朝代 或一個時代 那就是蔡英文總統的 蔡政府的一個最了不起的一個偉大德政 那今天蔡英文這個王金平講對了 所以其實我也有建議柯文哲 要把兩和解 就是說國人台灣的內部和解 當做一個總統選舉的 如果他要選總統的話 當做總統選舉的一個主要政見 因為誰能夠消滅藍綠惡鬥 才能夠對台灣的下一代 以這為做主訴求的話 王金平當院長的時候 確實是來藍綠之間 最有溝通的一個橋樑的一個效果 不是 王金平當院長的時候 其實他是開放了太陽花的學生進來的人 所以王金平在兩岸關係上 他是國民黨候選人裡面 最不為北京所能接受的候選人 因為北京對他的定位就是說 太陽花你當時縱容學生進來 沒有縱容警察權 這是北京對他的態度 我想在兩岸學者大致上都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王金平是為北京所不喜歡的一個 國民黨候選人 這一點我等於在幫王金平助選 你知道嗎 王金平是老共最討厭的一個國民黨候選人 這個大家分嘛 這個大家分的事情 因為就是太陽花事件 但太陽花不能完全怪王金平 可是不管怎麼講 這個的定性已經被北京的政府 有類似的定性 這個調子大概有定性這個定性 所以我在看就是說 至於說 後續就 現在真正的兩掛在選舉嘛 就是韓國瑜挺王金平嘛 然後朱立倫自己出來幹嘛 然後呢這個 另外一個人叫做吳敦義嘛 吳敦義可能不能選了嘛 吳敦義他很討厭朱立倫嘛 所以無形中 就吳敦義跟王金平跟韓國瑜 一起來卡朱嘛 卡朱現在變成一個重頭大戲 所以朱立倫你看到沒有 他多窩囊呢 他跑去見韓國瑜你看到沒有 就兩個人抱在一起你記不記得嗎 然後韓國瑜回答什麼話你也記不記得 他說啊 手心也是肉 手背也是肉 手背也是肉 我過去上次聽到這個話 聽誰跟我講你知道嗎 我爸爸媽媽跟我講的 怎麼搞這個 韓國瑜變成朱立倫的乾爹了 搞什麼名堂啊 韓國瑜沒水準講這個話 朱立倫怎麼會聽完呢 要很高興的離開了 一個堂堂要選九五之陣總統 跑去當韓國瑜的乾兒子 你過去他落魄的時候 你不幫人家忙 這種朱立倫這種候選 我看也算了 還不如是選王金平比較好 以上是吳董事長的解讀 那我想請教老師了 因為朱立倫民調數字 至少剛才我們看他一分是不錯的 因為他最近也經常去上Youtuber去做網紅 他跑行程跑得真的非常滿 感覺上來他的民調是有些效果的 所以如果說像剛才那份民調數字顯示 他贏柯文哲也贏蔡英文的話 那就代表說藍營部分不一定是非韓不可囉 不是一定是韓國瑜 也可以是王金平嘛 對不對 我在想說這個民調數字 因為王院長 不是 因為他現在有參選 如果再把他參選納入這個民調的話 我就要比較好奇來看一看 因為我感覺到目前為止 朱立倫他主打的是 的訴求是問題在經濟 所以他是要改善台灣的經濟 他可能看到九合一選舉 看到去年的整個風潮中間 大家把如何把台灣經濟改善 讓大家賺得到錢 是大家很care 所以他走這一條線 那剛剛兩位講的是說 另外一個軸就是藍綠和解 以那個為競選總統的一個主軸 那麼我就要看如果是那麼明顯的話 這個民調把王金平加進去 就會讓我去考慮就是說 問題在經濟還有問題在 藍綠 藍綠 分裂或者是對立 那這個的話我才會比較 越來越的民調會出現 就是把現在上面的韓國瑜跟朱立倫 到時候變成王金平跟其他人做一個比對 或者是韓國瑜跟王金平擺在左邊來做一個民調 然後把王金平也放在右邊來做一個民調 那我更想看 尤其是在王金平正式參選以後 董事長的民調應該馬上就會給我們看了 不過這禮拜 王金平宣布參選也是個大新聞 那王金平對於韓國瑜能夠當上市長 這一路上的鄉挺大家都看在眼裡 但此時就在這個禮拜當中 王金平宣布參選 那韓國瑜爆了朱立倫 這大家也都看到了 對於這一幕外界會怎麼想的老大 第一個就像吳董事長講的嘛 他爆了朱立倫 但是他講那句話 手心就是肉 手背也是肉 不過那一個爆是有點朱立倫去拉一下 本來韓國瑜是握手 我那個 我小時候住過育幼院 我常常被打 那個育幼院院長就跟我講了一句話 手心也是肉 手背也是肉 那我就說你被老師打的時候 就手心打你不會拿手背給老師打 所以手心手背還是有差別 肉還是不一樣的啦 對不對 我握了的時候是什麼 戴愛的什麼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直接問一下董事長 因為你跟這個柯文哲也熟 兩個人民調數字 柯文哲比較想要跟誰交手 韓國瑜還是朱立倫 這個柯文哲 其實柯文哲 對這個 如果要選擇的話 我個人認為 我當然選韓國瑜 柯文哲對韓國瑜 韓國瑜好打多了 對韓國瑜好打多了 對韓國瑜好打多了 當然韓國瑜好打多了 和韓國瑜好打多了